哦 out of the way cat child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第145期兴趣使喊分析预告片的 假装看过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个轻松点的预告片 勉强也能算是DC宇宙的动画片 DC猛宠特遣队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片子还值得给大家推荐一看 主要是在DC 它没有在搞什么宇宙联动的时候 片子质量其实都还可以 我们先来看预告片 故事的背景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DC宇宙里面正义联盟存在的世界 反正床上的这位 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诞生的漫画超级英雄 超人 克星之子钢铁之躯 是飞机是鸟是超人 当然了我们的主角并不是他 而是这只Super Dog Crypto 这个Crypto在漫画里面 都有这种不同的起源和外形 目前的版本是和超人Caro L 同样生活在可星的狗 在当年的克星毁灭之前 超人他爸用Crypto来测试火箭 来着 测试成功之后 才把超人送往了地球 结果Crypto的火箭在中途出了意外 在超人之后才抵达了地球 和超人从黄太阳的辐射中 摄取能量的设定一样 Crypto他同样也拥有飞行 力量和热视线等等能力 目前有的时候 他是作为超人 Louis和他们的儿子John的加工 有的时候也会在 有人去超人的孤独堡垒 闯空门的时候 充当看门狗的角色 那么现在动画明显是选择了 前面一种的设定 胸口这个项圈是由旧的超人制服腰带所制成 按一下就可以弹出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披风 然后就是Crypto和超人一起翱翔 在大都会天空中的画面 说真的那些又黑暗又神度东西 果然是好 但是偶尔看看这种超人与狗的惬意画面 其实也挺舒心的 你想象一下蝙蝠侠能够和猫女一块 慢悠悠的喝点咖啡 超人能够在天上开心的遛狗 这不就是超级英雄生活中的小确幸吗 当然了漫威在这一块 其实做的和第四也就是半斤斑两 顶多也就多一点笑料罢了 比如说后面这个超人用热视线来运衬衫的时候 开玩笑说自己应该叫钢铁侠的冷笑话 因为运衬衫的英文叫做I'm close 所以说运衣服的人就叫做I'm close 但是尽管有这些笑料填充 超级英雄片的主线故事的模式的话 还是危机的遭遇和解决 我有的时候就在想 什么时候能有导演拍过文艺片的超级英雄电影 当然也不是说完全就文艺片吧 反正可能就是商业元素少一点 就像是古龙的欢乐英雄那样 电影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 但是他们面临的都是生活中的琐碎和美好 某种程度上来讲 可能比较接近汉考克和乐高蝙蝠侠那种感觉吧 当然了这部DC的萌宠特检队 还是和其他大部分的超级英雄片一样 在影响世界的大危机下 嵌套着一个主人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故事 超狗Crypto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像超人在这里说的那样 他跟超人相处惯了 反倒不会跟动物相处了 好吧 看到这你就应该能够猜到后面的剧情了 肯定是Crypto被迫和一群动物一起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中 他逐渐发现了普通动物身上的闪光点 然后他发现了自己也是一只普通的动物 发现了自己并没有better than anyone 最后他因为认可了平凡 尊重了平凡 打败了大坏蛋 可能是我理解有问题 但是我怎么觉得照我这么一归 那有了一种尽管你妈是个小天才 但是光智商高能力高还是不行 还必须得是情商高跟能力不太行的小伙伴 相处好了才行的爹味的既视感 肯定是我抬杠太多了把脑子抬坏了 可能超人他想表达的意思是Crypto太沉浸 在打击犯罪的这个世界里面了 就比如说后面这个和科技聊天这个烂梗 Crypto在英雄的世界里面陷得太深了 需要一点平凡的小伙伴来拉他一把 另外在这里Crypto戴着眼镜 应该是致敬了超人在伪装成Clark Kent的时候 来戴着这个眼镜 然后下一个画面是本篇的反派出场 不出意外的话超人现在相关剧情的反派1989都是莱图 这两个画面中出现的这个橙色的石头 应该是莱图找到了某种可以吸收能力的陨石之类的 吸取了前来阻止他的正义联盟成员的超能力 进而为己所用或者毁灭地球什么的吧 因此这里掉落的一小片碎片 才会把正义联盟成员的超能力赋予到了几个小动物的身上 这里出现的正义联盟的成员有神区女侠和蝙蝠侠 钢古以及绿灯侠 这里的这个绿灯侠并不是新五十二六局头里面的哈尔 而是在绿灯第五局出现的地球上第一位女性的绿灯侠杰斯卡 然后出现的是超人身重克什攻击坠落的画面 说真的大哥你就魔法和克什这么两个弱点 平时就不能注意一点吗 可能是因为超人或者是crypto的抵抗吧 橙色的吸能石被打掉了一块碎片 落到了几只宠物的身边 因此赋予了他们各种各样的超能力 比如说这个能变大的猪 应该是联盟里面原子侠的能力 它这个和漫威的野人比较类似 跑起来飞快这乌龟明显是闪电侠了 还挺反扎萌的 据说双手能发射闪电的松鼠 想来想去的话应该可能也就是撒赞了 看智商也挺像的 再比如说超级强烈的这个蝙蝠猎犬王牌 好吧这个倒不一定是获取了超人的能力 因为后面明显在挨揍的时候也疼 可能是在调侃蝙蝠侠 为什么明显是凡人之躯 却天天跟各种飞人类生物来评体数吧 至于说这个继承了超人冷冻呼吸的是谁 我就不清楚了 可能是还藏着掖着其他未登场的角色吧 另外还有这个看着疑似反派的小猫咪 能够从尾巴变出火箭炮来 明显这就是刚故的能力了 我就搞不懂了 小猫咪这么可爱的生物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好了以上就是这支预告片的全部内容了 反正基本上这个故事 它就是一个标准的少年英雄二代的路径 这样被坏人制服了英雄二代在街头流浪儿的帮助下 摘成坏人嘛 只不过是换成了小动物作主主角 成为了一个子宫像动画片而已 不过有这么一个神奇的现象 你发现了没有 只要DC他不搞联动 拍单天影片的时候 其实都还挺好的 比如说扎倒的守望者 诺兰的蝙蝠侠 温子仁的海王 以及一股作气 在而结的神奇女侠 还有就是明显的有些低优 但是人家的目标观众岁数确实也不大 杀赞 倒不是说这些片子是当之无愧无可争议的景点 但是起码在口碑和观众的基本盘上 还是没有问题的 反倒是你看漫威在复联1之前 上的那些单体电影 除了钢铁侠之外 就算是一个理智的漫威粉丝 他也得承认 美国队长雷神钢铁侠二这种 他就是为了复仇者联盟来铺路的 这是说无敌好客 干干脆脆的就是扑接了 连续集都没有 所以说华纳也明显是光看着贼吃肉 没看贼爱揍 漫威那边孤注一致古得出来的复仇者联盟 古字里面的基因 就不是华纳这种第二部片子的 就像这捞钱的系列比的两个的 还是赶紧把钢铁侠之外拍出来得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假装看过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欢迎大家用约点赞支持转发关注什么的 或者大家觉得我那时候说的不对的 也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 发表你自己的看法 或者是发表你自己对于剧情的预测 另外大家有什么想看的电影电视剧预告解析的 也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里面来告诉我 就这样做到大脸 拜拜